大中華新聞繼續來看火團香港綜透過家修團醫療體系合作 是從這個現地的老人問空話當中心 搭造成老人日間的照顧中心 讓中部的能夠在順時的環境當中 享受到退休的生活 怕你也能夠安心來拚輸 簡單的跟白癮是之後 是在火團老人問空中心的日間照顧中心 正是新人 為了要讓中部有更清晰照顧 在照中心的佈地上當五十年 確定的安排也真適合中部 付近管理英文的修團醫療體系總裁說 真感謝廣府和香港所支持 讓修團有機會來照顧中部 可以動這個東西 但是我希望彰化線的同鄉 你如果有錢出小小的錢 有來做志工 來祝我們社會快樂 福利長照18年 謝謝各位 總裁他對於我們這個長照 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視 那今天能夠在花壇這個地區 我看應該是全彰化 整個日照中心 這個地圓整個空間最大的 應該是最大的 花壇鄉就此次 向公所拔點向來 營利空間再利用 把老人問空中心 變成立間照顧中心 把空間的重視加強專業的後部 可以讓花壇鄉親 先放心把中部帶來這裡 所以我們盤點到我們鄉 來一些比較限制的一個社區 我們來想到我們這個老人會館 特別公所來拜託到我們的修團 我們的房總裁 委託到我們的修盒 去金火 來我們的火壇這裡 稍微的一個火壇 來幫我們做一個 這樣的好的社會好理 讓我們這裡的四壇 可以說有一個好的地方 可以好去 近乎推動等級照顧給母 就是希望中部可以在地弄化 老人立案照顧中心 就請求是 求小孩去託友人像一樣 今天是小孩去上班前 把中部帶去 後半還再帶回去 無數位的民眾 都可以向衛生教來申請 在中華新聞中四年 回到彩虹百多 谢谢大家